今天重點,Head加DP,Pass Perfect,Pass Perfect什麼時候用? 早過SimplePass 早過SimplePass專用,先拆牙後出門口 今早 我 很容易理解 我刷完牙之後出門口 今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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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拆牙行先 但是拆牙現在放在句子後面 看著我支筆 我拆完牙之後 出門口 即是在我出門口之前 我出門口之前 我已經拆了牙 留意 件事的本質沒變 都是先拆牙後出門口 留意這筆路 我出門口之前 我拆了牙 那 before 在中間出現呢 同樣道理 我出門口之前 我已經拆了牙 看我做好像很簡單 但是很多時候你們會迷失 迷失在哪個位置 到底after 放在哪裏 第二 到底before 放在哪裏 無論你after 放在哪裏 before放在哪裏 都不重要 你首先要判斷了整件事的本質先 就是nature 事實是離不開nature 無論你的句子 事實就是事實 事實就是先拆 投出門口 想清楚哪個動作 最早 那個就是simple 那個就是past perfect 這裏 1,2,3,4 1,2,3,4 1,2,3,4 past perfect 是早過simple pass 專用 而past perfect 不是的 past perfect has f加vp 事情發生了 時間未必好清楚 或者見到for already since yet just 專用 剛剛做了用just 未做 或者問句用yet 已經做了already 做了幾久 for duration for 十年 或者since since 一個point 2021 所以for already since yet just 千萬不要撈亂 這兩個tenses 我再說一次 這個是強調 早的simple pass 這個是強調事情已經發生了 時間不是很清楚 而且core的keyword 是for already since yet just 雖然有些同學已經做了很多次 如果你是重複了很多次的時候 留意 將些句子放回到生活那裡 放回到生活那裡 考試 mixtenses 就絕對不會扣到你一分 加油 希望今天幫到你